歡迎打開Ruby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 小丑雙重瘋狂 我該怎麼說這部電影呢? 一部偉大的漫改電影 一個以反派人物作為主角 讓我們真切的看到這個世界的陰暗面 這個史上最知名的漫畫反派小丑誕生的故事 這些形容詞都是用來形容第一集的 這部續集小丑雙重瘋狂 瘋不起來也狂不起來 看完之後真的是讓我蠻泄氣的 我還真的必須要花一點時間來平復我的情緒 才來拍這支影片 唉 客觀的說這部小丑雙重瘋狂 還是有他精彩的地方 還是有他想要講的故事 並且是會讓我認同的 但是怎麼就... 呃... 我接受這部續集電影 想要作為上一集的反面出發 去讓第一集發生的故事 有更深的思考跟觀點 第一集在講這個小丑是怎麼誕生的 而第二集就是在講這個小丑是怎麼殞落的 關於這點我是喜歡的 我不會不推薦你去看 只是要有一些心理準備就是了 他絕對沒有照抄第一集的亞瑟大冒險 在看這部電影之前 你必須要重新的去梳理一下 小丑Joker是誰? 他代表著什麼? 首先他在這裡不是蝙蝠俠的對立面 因為在這個故事當中並沒有蝙蝠俠 小丑是一個混亂、無政府主義、暴民虛無的象徵 他能掀起狂潮、有這麼多的支持者 除了他自身的魅力之外 更多是社會大眾對於生活的不滿 所以第一集滿在描述這個城市的 骯髒跟不堪的 小丑代表著破壞秩序 將人類社會原本擁有的價值觀給顛覆 他像是一個颱風架一樣令人興奮的 但是久了之後你就覺得這不是一個長久之計 這樣下去是不行的 為什麼這部電影在2019年是那麼的成立呢? 因為美國人在2016年選了一個狂人當總統 並且不只川普 世界各地上都有他們各地版本的川普 他們都在宣揚這種這個世界需要大改變的暴民精神 我們可以看看2024年 美國是不是還需要這樣子的狂人讓改變成真 但小丑跟川普這樣的狂人還是有差別的 因為小丑不會貪污 他會把錢給燒掉 他要做的是拆穿人與人之間的互信 以及其他一切的人性價值 所以他才看起來這麼的有趣又可怕 而回到小丑雙重瘋狂裡 這部電影從頭到尾要做的就是 這個我們在第一集看到的主角Authur 從一個失敗的脫口秀演員 突然神格化為一個名為小丑的反英雄 你能不能介紹我為傻瓜嗎? 這一集則是要將他貶回為一個普通人 受困在體制的牢籠裡 會被毒打無法反擊 他跟大多數的人一樣 都是缺愛的人 我看到他在這一集的感情性 真的是會大喊 把小丑還給我 就算他能利用自己的幻想 去建構一個歌舞片的世界 但是他總是要面對那個冰人的現實 讓我們也回到這部續集電影冰人的現實面來 整部電影基本上就讓主角來回在監獄和法庭之間 以及一段跟小丑女的故事 時間線銜接在第一集 他在那個現場節目槍殺主持人之後 所以完全破壞掉我們對第一集結尾那個開放性結局的想像空間 一開場監獄的戲還蠻好看的 但是我覺得找來Brandon Grissom來演那個玉卒的角色 他應該是一個重要的角色 可是他的戲份非常的功能性 每一部監獄的電影都會出現的那種角色 就像一個刻板的NPC一樣 總覺得那個角色應該要承擔起在監獄戲裡面的一些衝突 然後法庭戲我覺得超冗長 整個漫長的過程 只是為了要去鋪陳主角最後的那個結辯 沒有讓我看到兩方潤戰精彩的交鋒過程 然後跟小丑女的感情戲真的是 除了讓我很幻滅之外 我看不懂小丑女那個角色 他是一個跟主角一樣瘋癲的人物 還是他只是一個粉絲 如果他能夠進入到小丑的世界跟他共舞的話 那他應該是一個像我們所認知的小丑女一樣 但是Lady Gaga 在這裡看起來就只是一個 買東西不付錢的小混混 然後一直在模仿著小丑的生活 他並沒有做出一些屬於自己瘋癲的行為 劇情安排上我覺得真的是蠻差的 整個故事節奏的起伏 真的讓我完全不覺得是第一集的編劇寫出來的 然後唱那麼多歌真的不是一個好主意 真的拖垮了整部電影的劇情推進 而且這些歌舞設計都沒有多出色 我只有一場主角對著沒有人的那個 投幣式電話的那一場戲是覺得好看的 感覺這個歌舞只是一個 用來區分現實世界的一種手法 他只是一個形式 好看的歌舞片電影有很多 這部真的不是 我看完第一集的時候真的是相信 這部電影絕對不應該要出續集 但他賣了10億美金 怎麼辦呢? 只好再拍一集 瓦昆菲尼克斯能在別的電影拿到2000萬的片酬嗎? 必須說陶德菲尼克斯也蠻有種的 就是挑了一個讓觀眾很冷感的故事核心 小丑這樣子的反英雄 這樣子的偶像 他只是一個虛幻的假象 要講我們將希望寄託在狂人身上是不切實際的 電影也只是一個生活娛樂的安慰劑 這真的是一個有夠黑暗的故事 我在想說這部電影如果沒有歌舞的部分的話 可能還是一個60分鐘精彩的短片 就算有瓦昆菲尼克斯的表演 但這還是不是一個我想要的小丑續集 但老實說我真的也沒有想要一部小丑的續集 第一集真的很完美了 這部電影特別推薦給 不相信Lady Gaga 是爛騙女王的你去欣賞 小丑雙重瘋狂 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訂閱按讚按鈕打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和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 讓我知道這部是羅比頻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電影 我們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